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叶杜鹃的高牙繁殖 我们在讲高牙繁殖的方法 以前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高牙繁殖的概念 大家看到这根枝条没有 植物的生长主要是通过根部吸收营养 通过枝条当中的木质布向上输送营养和水分 这样上面的叶子 大家看到叶子才会正常生长 叶子正常生长的时候 它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 通过皮下的形层层向根部输送 这样在根部再去分配这些营养 这就是植物生长的循环的过程 高牙繁殖就是把这个过程切断 从下往上通 从上往下不通 我们在枝中间把形层层切断 那么形层层就会形成一个预伤组织 这个预伤组织就会发根 就是我们说高牙繁殖的概念就是从这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办法怎么要具体实行 我们现在看看高牙繁殖的时间 这个当年的新叶停止生长了 基本上已经 稳定下来了 这个时候 就是 最佳的 高牙繁殖时间 基本是在春天 6月底7月初 位置呢 任何一根枝条都可以进行 我挑选的是 两根 我本来要修剪掉的 不要的枝条 废枝条 这样 我来把它 进行高压以后呢 废物利用 这个非常好的办法 这两根就是 我不想要的枝条 用它来进行高牙繁殖 操作前呢 先选定一根枝条 大家来看看我选的这个枝条 我选的这个呢 是个不想要的废枝条 我现在手碰的地方呢 抓住的地方呢 这是 今年生的叶子 下边这一段 两个叉是今年长的 下边这一块呢 是去年的叶子 这个焦黄的是前年的叶子 那我选在三年枝的这个位置 是这样把它截断 把那个老叶子清洁干净 那么我是在三年枝 我们一般都选两年到三年枝 那么工具呢 大家看到我这用美工刀 这个工具大家要选用 锋利刀要薄 因为我们要薄皮嘛 所以选这种美工刀是最佳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具体操作 这款繁殖呢 其实就是切断这个外皮层的这个回路 外皮层呢 我们选择大概切 1厘米到1.5厘米的宽 把这个皮包了 包了以后呢 根据这个 枝条的粗细 这个枝很细呢 我们就选择切 1厘米宽 把这个皮包了 断了它的这个回路 那上下呢 我们选择1厘米宽的地方 上下 多环 顺着这个皮呢 环切 环切一圈 完了以后呢 竖着 我们竖着再切 竖着呢 再拉一刀 这样子的话呢 你用刀尖呢 挑这个皮 竖着这个刀缝呢 一挑 它这个皮整个就掉下来了 没切过心里没底 其实切的是 切过一两次以后呢 你就觉得 挺好切的 好 这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刀要 刀片要薄 刀要锋利 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再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皮层 这个皮层是没有带着形层层的 所以我们要把形层层呢 就是在这个木质不让的形层层 要彻底清理干净 这样才能彻底阻断它的往下的回路 呃 那大家看到没有 右边 这一丝一丝的是我 刮下来的形层层 那中间这段白的就是木质布 呃 干净的 呃 左边一小段暗绿色的 那 就是没有 清理干净的形层层 那形层层 我们要彻底清理干净 完全清理干净 在木质布上 那现在就完全清理干净了啊 就是把它全部刮干净 那右侧 靠近叶子这一段 就会产生 预伤组织 根 就是从这个右边这个这一侧发出来的 呃 那清理完了干净以后再包涂以前呢 我们还可以 呃 涂一些 生根器 嗯 就 沾上以后 就是抹在这个 缺口上就行了 好吧 那 促进的发给发 那我们再来看看用途啊 这个包装的外壳呢 我是买的现成的高压盒 在亚马逊上都有的卖的 呃 方便一点 原来土呢 自己配就行了 P-Moth Topsail 珍珠岩 货在一块 原则是 透气透水微酸性 就这么简单 那么事先浇好水以后再扣上这个盒 扣在缺口上啊 那么水 浇水的湿度呢 攥上成团 一碰散开 就这个标准的湿度 就行了 把这个缺口呢放在高压盒中间 两边扣紧 压住 完了以后固定好 那整个一个技术操作过程就完了 就是高压 那接下来就是管理了 那么这有两点 一个呢我就是在前面叶子的地方呢 做了一个 架子 拖住这个叶子因为 怕它断 第二个呢在这个高压盒的位置呢 我有做这个架子 把它和高压盒连在一块 这样子的话两个点固定住呢 就比较稳妥了 就不会这个枝条会断 因为杜鹃的枝条太细了 那接下来三四个月呢我们就是要这样 就是三四个月以后呢它就会生根了 那在这个期间呢 你不能让高压盒里头土干了 那么经常浇水 你觉得湿了 就浇水 这有点经验在里头 但是也不是很难 你觉得湿 就浇水就行了 三四月以后你打开一看有根了 那从底下剪断 就种上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好谢谢大家